大家好,今天来做草莓抹茶奶油蛋糕 今天这期呢是要做新手向的烘焙教程 所以我会说的详细一些 我冬天真的口味尤其的重 就喜欢吃这种浓郁果酱口感的蛋糕 切开以后中间是草莓和果酱的夹心 强烈推荐草莓控和抹茶控试一试 首先是抹茶戚风的方子 先把6克抹茶倒入容器中 加入玉米油搅拌到没有颗粒 我用的是迷你搅拌棒 没有的话用刮刀来回粘也可以 加入水后继续搅拌半分钟 这一步是乳化 抹茶戚风可能看的不太清楚 如果是原味戚风的话 这一步是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乳化的效果的 乳化好以后加入低筋粉 Z字形搅拌 这个手法说是避免起筋 不过我感觉高筋粉更容易起筋 其实低筋粉还好 搅拌到这种程度就可以了 然后另取一个无水无油的盆子 把蛋清打到里面 蛋黄放到刚才的抹茶面糊中 我记得第一次我做蛋糕就是 盆里有点油还是水 然后怎么都打不起来 所以这一步一定要注意 全部分好以后 先把蛋黄和抹茶面糊搅匀备用 采用这种厚蛋法呢 是会让面糊更细腻 再取出蛋清的那个盆加入细砂糖打发 砂糖需要分三次加入 在蛋清的状态加入第一次砂糖 粗泡的状态加入第二次砂糖 蓬松细泡的状态加入第三次 打到这种提起来有个软软的弯钩就可以了 然后再把三分之一的蛋清加入抹茶面糊搅匀 这一步也就相当于先牺牲一部分蛋白去融合相对浓稠的面糊 如果偷懒全部倒进去的话 就算搅拌均匀了 蛋白也会大量的消泡 三分之一那部分搅匀之后 再倒回剩下的三分之二蛋白中 全过程都是用抄底或者切拌的手法 然后稍微拿高一点倒下去 这样可以削掉太大的泡泡 组织会更细腻 也可以倒完面糊轻轻磕几下 震掉大气泡 150度45分钟 出炉要摔一下震出热气 然后倒扣放凉 能隔夜是最好的 取出的时候 我都用这种细软薄的抹刀 把它插进侧边 紧贴着侧面分离面体和模具 手劲尽量靠着模具的边缘 不要往蛋糕内侧松劲 不然会刮出大坑 然后抵拖往上一顶就出来了 上面用抹刀把力度紧贴底托 不要伤到蛋糕 用分片器分片 刻度大概在第四个格子 切的时候上面的手虚浮 千万不要使劲 不然把蛋糕摁变形 切出来就不平整了 在切第二片的时候要看一下分片器是不是合适 我这个明显高了不合适 我又往下调了一格 加鲜和抹面的奶油需要注意 奶油一定要冷藏 也就是说你刚买回来的奶油先不要用 必须冷藏隔夜 不然打不起来 然后奶油中加入草莓粉和白糖打发 这时候就可以用棉白糖了 因为棉白糖比较好买 所以一般能用白糖的地方我都会用白糖 打发的时候需要一点耐心 奶油打发会比蛋清慢一点 这时候草莓粉的颜色很明显是不够的 还是要加一点色素 如果颜色全部靠草莓粉来调的话 草莓粉会加的太多 颗粒就会太大 也会容易打渣 这个奶油要打硬一点 支撑能力才会好 太软的话会鼓腰 新手转移到表花袋会比较好操作 然后就是这样一圈一圈的挤 抹平 放上草莓 缝隙里面抹上草莓酱 我这个就是直接从超市买的草莓酱 刚开盖的草莓酱会比较凝固 稍微搅拌一下 稀一点再抹到蛋糕上 不然不好抹 然后挤一圈奶油抹平 第二层也是这样操作 这样把三层全部装完 侧面也一样挤上奶油 其实侧面可以重新打一份 稍软的奶油来抹面 会更细腻 但是我感觉步骤太多了 新手会混乱 所以这里就直接一起操作了 然后抹刀大致把它抹匀 再用透明的软刮板来抹 45度侧夹角来转圈抹匀 转一遍之后 看看哪里有坑洼 再补上一点奶油 继续用软刮板抹 每次抹完记得都要刮一下 不然会破坏蛋糕表面 上面轻轻回收一下就好了 拿去冷藏半小时 里面需要注意 奶酪必须是常温软化的 也就是要放在室温三小时以上 这里用白糖也OK 吉利丁是可放可不放的 不过新手怕一流到底的话 建议放上 然后抹茶粉 就不到一克的量 奶油也要室温放几个小时 不然太凉 倒进奶酪就会结块 先把奶酪和砂糖搅打均匀 到软软的状态 然后吉利丁泡凉水备用 抹茶先加入一点奶油 搅拌到没有大颗粒 再倒入剩下的奶油搅拌 搅拌好 加入到奶酪中 稍微搅匀一下 还要上巧克力溶锅中加热 如果天气太冷 水油分离了也不要着急 溶锅一加热就会细腻了 溶锅温度上来之后 再加入泡好的吉利丁片 吉利丁搅拌融化后 再放入表花袋 静置五分钟 测试一下 到这种缓缓流下的程度就可以了 沿着边一点一点的挤 中间再挤满 用刮片轻轻地刮匀 千万不要刮到下面去破坏地落的造型 然后拿去冷藏 如果这种没有留好的地方可以冷藏半小时后 轻轻取下来再重新挤 最后再打一个同样硬挺的奶油来扁花 先用长刀画出六等分 然后我用的是124加扁的花嘴 突出的那一头出下 沿着画线的印子来挤 一共挤了两层 眼睛要看着花边边缘的位置 让它的花边沿着线走 放上切拌的草莓 撒上防潮糖粉就完成了 小蛋糕也可以这样来装饰 这样又好看又好吃的草莓抹茶奶油蛋糕就完成了 下期再见